大家好,這裡是浴冠工業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一下 有關我們自動化產業 相關所應用的一系列產品 首先,前面這兩款 是屬於我們的一機兩用 兼具真空以及空壓的功能 型號這一款是36Y 這一款是25D 都是真空跟壓力兩種功能兼具的產品 它的特點就是體積比較小 重量也比較輕 無油、不需要保養的油涼設計 因為兩種功能都有 所以在自動化產業上 很多小型的應用就很常見 各位比較常見的應用可能有在自動化的部分 就是一些自動化設備 用在可能吸附一載、兩側 還有現在最夯的半導體的設備 製板、藥物的輸送 一些美容保健的儀器 像把罐機、磨皮機、真空吸引器 這類型的用途也都很常見 那後面這一款呢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UM90V 很多的自動化設備 自動化零組件裡面 都會有這個型號的出現 一樣是無油、不需要保養的設計 那最常見的功能可能是在 比如像半導體業用的真空吸附 然後PCB板設備裡面的真空吸筆 除汗、除錫、吸附、遺載 這類的部分也都很常見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我們的UM300V 以及還沒有被曝光的UM350P V跟P不一樣喔 V的部分是用在真空BQ的部分 所以我們型號尾號是V P的部分是用在pressure 這是壓力的部分 所以尾號是P 那型號300V跟350V 其實跟流量上是有絕對的關係 300V就是每分鐘有300L的抽氣量 350V就是每分鐘有350L的排氣量 這兩款在我們的自動化的主件上 也是相當常見 因為流量大 一單機就可以取代很多工作點上的需求 比如說我一個工作點只需要50L 但是我一條線有六個工作點 就需要300L的時候 直接選用一顆300V 就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 那相同的道理 如果我有50L的出汽量的需求 我有六個工作點 我的350P也可以滿足這樣的一個需求 除了流量大 真空度高 有壓力跟真空的選擇之外 比較常見的一些設備 例如自動化的加工機 然後半導體液用的檢測機 還很常看到的點膠 面板製造 真空烘箱等等 都會看到我們這兩款的中機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 UN500P使用的壽命場 在防水防塵的部分 有更多的應用 一樣是無油式的設計 排氣量可以到500L每分鐘 主要的用途在醫療、實驗室、汽車鏈子、環包產業等等 都可以常見我們這款的中機 各位從畫面上可以看得到 它的造型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這次做成B型四缸的設計 電機的一頭有B型兩缸 兩缸 這邊是做氣體並點的動作 提供我們每分鐘500L排氣量 是我們目前提供排氣量最大的機種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的RV040 這款是屬於油灰鑽石的中風幫款 比較常見的用途是像包裝機、頭炮設備 這類的產品會比較常見 比較特殊的設計是在於 如果我們那個包裝機或者是泡泡的部分 會有些水氣 那水氣抽進去的同時 會在我的油箱裡面被蒸發掉 讓我的油的品質可以維持在裡面到穩定的狀態 那一般來說 水氣抽進去會跟油產生其他的變化 那如果油脂液化了 那我換油的頻率會增加 那也會增加使用上的成本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設計 會比較受我們的包裝機業者的青睞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的 古風機RB系列的產品 現在您看到這一款是RB150弦線3 弦線3的意思是三項電的選擇 那我們這類型的產品有一般單項電 以及三項電 那大部分我們古風機的客戶 選用三項電的比較多 因為電流的部分可以比較節省 配電商也比較方便 那這類型的產品比較常見的 就像我們的瀑器或者是氣體 要做一個循環的類型 那瀑器有一些廢水處理 就會用得到 那個氣體循環的部分相如層式 要做氣體的結晶跟循環 甚至要做粉塵的過濾 也都要透過古風機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的 這個真空預抽系統 UN-100mT 主要的用途就是 預抽真空無油 避躁雲 免保養 那比較常見的部分 有在一些醫療器材上面 以及一些自動化的設備 會看到我們這一款 搭配著我們的30L的真空桶 用我們每分鐘100L的抽氣量 先把真空桶抽到真空的狀態的時候 那你要用的部分 再透過電磁發 或者是各個電空的開關 來做取用的動作 那也有一些 是類似像真空包裝的炮殼機 也會選用這類型的產品 因為它需要一瞬間 就可以達到真空成形的目的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應用就是 加工是必須吸附著 然後慢慢加工 那可能它會加工很久 那利用這個預抽系統 它幫普就可以停機 利用統一的真空 持續保持著你的真空 讓真空之去把我們構成吸得緊緊的 那當我的真空度慢慢的漏到不足的時候 幫我會再啟動 讓銅類的真空再提高 持續維持著我們真空之去上面的吸附 這也是非常常見的應用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我們的400VT CNC 主要是用在一些自動化 切削的一些CNC加工地的部分 用途是我們在切削的過程中 主要是整隊不能用磁性吸住 也不能用夾來固定一些弓箭 首先我們就是通過真空Pump 配合真空同抽真空的以後 就可以把我們真空自居上面的弓箭 牢牢的吸住 在加工的過程 如果有切削液從自居的縫隙吸入的同時 它會先進入我們的真空阻氣桶 我們還會持續的能夠保持它的真空 也就是能夠讓你的弓箭在自居上面 仍然被固定的包容等 那當真空阻氣桶這邊的液體 漸漸的會被吸越吸越多 各位可以看到左手邊的一個 關通門的TRAP 裡面會有一個浮球 當這邊看到有液體漸漸浮上來 吸到滿上去 之前就會被我們的浮球做一個逆子 這樣可以確保我們的遮光道部 不會吸入我們的切削液 而客戶也不會因為放不吸入議題 故障你就必須停機 這樣一個設計 就會改善了很多CNC加工 切削液造成的困擾 以上是我們的影片 為各位介紹 有關我們自動化產業 相關所應用的產品 謝謝